第2039集 有关系 他现在的口气完全就是一个宽容温和的父亲 在哄着自己调皮的小女儿 子邪情黑黑一笑 反正那人就是完全超出我实力认知的终极强者吧 他将我送到那个世界之后 自己就走了 临走的时候 从他的衣袖上撕下了一片黑色的布条 系在我脖子上 到后来那片布条居然成了我最强的武器 反正从来没有任何兵器能够斩断我那条布袋 不 不说斩断吧 连一点点一些些一微微的伤损也从来没有过 仿佛就是万劫不灭的无上神物 无论面对任何强者也能一战 说着 子邪情的手中出现了一条也就巴掌宽的黑色布条 三只来长 拿在手中 与普通的布条根本就没有差异 丝毫看不出有任何的神意之处 但随着子邪情注入自身修为之后 那根布条居然不断的延伸出去 似乎能够无边无际的就那么一直延伸出去 此刻的布袋就像是弥漫天地 遮天蔽日的黑云 血泪寒淡然而温和的眼神终于忍不住震动了一下 旁边的血漆更是脸色发白 只是那人随手从自己袍子上撕下来一块布条 居然就是这么逆天的神物 血漆不信邪的伸手撕了死 却发现尽管自己已经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但对于这一片布条来说 仍旧是完全的无懂于衷 血漆忍不住心中丝丝的抽冷气 真正感到了一丝源自心底的惊恐 紫邪情接着道 一直到我穿越了无数未面 一直到现在 这块布条仍旧丝毫无损 或许 或许纵然天荒纵然地老 纵然天地不存 这布条仍自悠然 在那个陌生的世界 我修行有成得以化形成人 在经历化形天洁的时候 就是这块布条护住了我 让我不至于灰飞烟灭 安然堵截 还有在这里 当我决定退取腰身 完全变身成人的时候 也是这块布条 保佑我完成了天荒化形的全部过程 要不是这块布条庇护 我只怕早已经死过无数次了 所以我在有能力横渡虚空的时候 就想找到我那个恩人 不为别的 只是为了亲口跟他说一声谢谢 以他的修为来说 或许我要报恩 就只有这一声单纯的谢谢了 从那以后 我就追寻了无数个未面 似乎是刻意地被指引着 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世界 也经历了无数的战斗艰险 终于到达了九重天阙 那时候 在九重天阙待了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又有感觉 于是再次出发 到了最后 终于到了九重天大陆 对我而言 只是个很不起眼的位面 但偏偏就在那个位面 我意外地遭遇了空间乱流 因而 丧失了绝大多数实力 最离谱的是 一直指引我的恩人气息 在指引着我 到了九重天大陆之后 就彻底消失了 再也没有任何的感觉了 再然后 就是一直到了现在那段经历了 紫邪情的美眸中 有着深深的疑惑 我一直不明白 为何我的终点 居然会是在那里 薛泪寒沉默了许久许久 他想起了 自己当日曾经见过的那两个人 一个黑衣 一个白衣 白衣那人创造了九节件 而紫邪情遇到的 会不会就是穿黑衣的那个呢 一念即此 雪泪寒问起了一个问题 我大致听明白了 紫姑娘 你既然无父无母 也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那么又怎么会姓子呢 姓张姓王 姓李姓赵都可以 为什么偏偏选择姓子呢 这个名字是你自己取的 还是你那位恩人给你取的 紫邪情文言之余 竟然争住了 半赏才说到 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从小就是一身紫色 当然这不是最主要原因 而是因为 我一出生之后 就有那么一种感觉 我就应该姓子 薛磊涵有些欣慰地看着紫邪情 长长地 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似乎是放下了什么心事 她微笑道 丫头啊 若是我估计没错的话 你其实是卵生的吧 楚阳抽了抽嘴角 心到这个东皇陛下 看来是失先疯了 雕儿可不是鸡鸭鹅啊 哪有卵生的雕儿啊 薛妻撇着嘴斜着眼睛 大哥 我说您糊涂了吧 你以后别姓雪了 你姓胡吧你 你不怕给姓雪的丢人 我还怕呢 薛磊涵眼神也不眨一下 大声喝道 你压得再不闭嘴 就给我滚 薛妻委屈万分地扁着嘟囊着 你就知道冲我发威风 却缩着脖子站在一边 笑着笑着眼中就突然涌出了泪光 他站起身来突然间仰天一声悲笑 声音滚滚而出 似乎将百万年的悲痛都在长消之中发现了出去 他目住苍穹 喃喃地说道 兄弟 你终究 还是留下了一丝血脉 这天地之间 还有你的一点延续啊 说完这句话 突然间悲喜交加 放声大哭 泪水磅礴而下 雪漆刷得沾了起来 脸色也跟着难受至极 看着放声大哭的雪泪寒 难过得难难说道 紫霄天地紫豪战死的时候 大哥也只是流了眼泪 却没有哭出声来 他至少已经一百多万年没有哭了 今天这是怎么了 然而聪明如楚阳 却隐隐意识到了什么 脸色一片肃然 再看向紫邪情的时候 目光也逐渐地有些奇怪的味道 那是尊敬 以外 还有极许清暮 这些个感情与男女之情无关 而是因为 那是对百万年前的一缕中魂而发 此刻的东皇天之主 一代皇者的王者气度尊严风仪 尽皆荡然无存 恍如疯癫一般 先是放声大哭一阵 悲痛莫名 急着却又哈哈大笑 似是欢欣无比 笑声穿云裂空 无远伏近 尽可听闻 相信任谁也不会想到 这个又哭又笑 与疯子一般无异的家伙 居然就是当今的东皇天主宰 东皇雪泪寒 紫邪情惊见眼前的一幕 已经彻底的愣住了 她的脸上一阵白一阵红 突然大声叫道 你们都搞错了 肯定搞错了 我跟紫霄天地没有任何关系 从头到脚彻底彻外 完全没有关系的 雪泪寒哈哈哈哈的笑了 哈哈哈哈 有关系 你和紫霄有莫大关系 不可分割的关系 当年啊 紫霄有一位红颜知己 乃是妖族中人 本源为试魂雕一族 但这种奇异的族群 性命固然悠长 繁衍能力 却是奇弱 当年这位妖族姑娘 被誉为妖皇天 三大美女之一 试魂雕这个名字 乃是妖族的本源使命 事故 明伯见经传 在九重天阙 多被称之为 紫雕 紫神雕 又或者是天雕等等 名字众多 但真正了解这种族群的 却并不多啊 因为 他们跟普通的雕族相比 外表全无任何一样 生命虽然异常悠久 但本体极弱 甚至比寻常的雕类 更加脆弱 然其聪明智慧 却远远胜过一般的妖族 几乎是甲鱼妖族 此外这试魂雕 还有一宗与普通的雕族 迥然有益的地方 那就是士魂雕在出生之时 非是胎生 却是卵生啊 薛泪涵淡淡地笑着 回想当初啊 子豪与那位妖族姑娘 恩怨情仇纠缠 彼此争斗了足足数千年 但谁也没有想到 他们两个居然会成为一对知己 也是欢喜冤家了 据说当初 子豪临危难的时候 那位妖族姑娘 不远千万里赶到她身边 冲破层层封锁 最终 在子霄天陨落之时 游子伴在她的身边 更是仙子豪一步战死 他们从没有像寻常夫妻一般 长时间厮守在一起 一直都是聚少离多 聚散匆匆 但危难之时 不远数十万里赶到 与军同死 共走九泉 墨清武心神震动 神王地问道 敢问这位雕族前辈 叫做什么名字呢 徐雷汉目光有些忧远 轻声回答道 他的名字 叫做灵飘平 江湖人称 飘灵神女 飘灵神女 墨清武和子歇情 同时喃喃低语 飘灵江湖 以浮平 翻江倒海 任平亭 一心飘灵 天地动 飘灵渐出 神鬼精 这灵飘平 不仅是当初 妖皇天的三大美女之一 更是当初 妖皇天的第三高手 仅次于妖皇和妖后的 灵飘平 莫清武轻声道 紫霄天地 能有这样一位 红颜知己 黄泉有伴 这一生 也算不枉了 说着 他明媚的目光 在楚阳脸上转了一圈 灿然一笑 楚阳心中一阵 随即抱之意一笑 这目光 似乎很清晰地 转达了一种意念 若是有一天 你万一不好才 也到了子豪那种 穷途末路的时候 我也会与这笔 灵飘平前辈一样 与你同死 并肩阳关道 携手幽名路 紫霄情 却在这一刻 感觉到一种 难以言喻的晕眩感 灵飘平 那个名字出现的一瞬间 似乎让他感觉到 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 强烈痛楚 他紧紧地皱着眉头 我和他们 相差了几近百万年 可能吗 有可能吗 言语中的语气 虽然充满质疑 但是他却隐隐感觉到 冥冥中似乎有一个 宽袍大秀的紫衣男子 尖辟日月 身负星辰 那宽间如同要撑起天地 那目光似乎要穿越古今 就这么看着自己 目光中充满了威严 和慈和 一身的威严正气 一身的刚直凛然 一身的不居傲骨 一身的 君临天下 第2039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